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桑王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柏林Major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 对战的双方是由星辰对战Liquid 在双方第一场比赛当中星辰是依靠着非常出彩的一场表现 而且上一场比赛Liquid拿出来的阵容其实挺奇怪的 不像是一个他们常态的一个阵容体系 反正给我看下来的话感觉怪怪的 并不是看着很常见的一套阵容 尤其是中单的大胜,然后一号位夜魔加三号位的蝙蝠 感觉就是他们把一到三号位的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下轮换 轮换的一个感觉 但是整体看下来的效果是真的不太行 上一场比赛的效果是真的不太行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还是继续用大胜 但是作为先门先选的一方Liquid一手抢了小精灵 清晨见状也是直接把拉希克给抢了 不给你精灵TS的机会 第二手则继续拿萨尔 萨尔在新版本当中他并没有被削弱 相反他比以前要更加的好用了 所以现在这个萨尔是仍然值得去前两手抢的一个英雄 Liquid在第二手继续用大胜 然后三四手拿出来的是冰女和紫毛 那这个紫毛就应该是交给中单的妮莎去打了 大胜这样比赛不出以外应该就是一号位米开的大胜 然后小精灵去跟着他 也有可能会把这个小精灵放到劣势路 那在大哥位的位置上星辰选择拿出来了一个炼金术士 萨尔加上炸点人的双酱油 然后拿了一个大哥的炼金 现在还差一个三号位 兽王大屁股都被搬了 那么版本比较热门的三号位 到目前来看我们在比赛里面见到的比较多的 还有一个末日 末日不知道要不要搬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 Liquid居然是没有去抢末日啊 也是让我有点意外 选择先搬了一个马尔斯 搬马尔斯还是有点想法的呀 不得不说 马尔斯这英雄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队伍再去用他了 确实不好使 他的强度确实是第一这个东西 有观众一看的炼金术士出来了 就觉得不太乐观 其实是不至于 因为新版本来说 炼金这个英雄 他的强度是有的 他的强度甚至可以说不低 只不过就是现在这个版本比赛里边 大家还没有真的把炼金拿出来 找到一个合适的好用的开发的套路 但如果你只是从他的比赛 路人局 哪怕顶分局的胜率来看 他的胜率其实都是不错的 并不差这个英雄 5 seconds remaining 过阴了大叔 没事过待会都好了 待会都好了 不要着急 只有一点点恢复的时间 在最后一手的搬人方面 雷克里边搬了马尔斯 然后星辰开始搬大哥位 他们觉得对方的大胜上不是一号位吗 这个BP的话 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有自己的想法的 因为如果单纯的从历史比赛记录上来说的话 那无疑是要去做这个 就是他的大哥位应该是优先给到米开这个点上 不出意外的话 那叔神域大招给修了 速度好快 正常 而且不光他把神域的大招修复了 他把那个隐次的魔精物也给改了 而且最神奇的是隐次的魔精物 他改版改得很大 但是他却没有出这个更新日志说明 这个挺离谱的 隐次的那个魔精物改动 可以说是完全把那个技能改成了另一个技能 可以说是跟换技能一样级别的改动 但是他没有写出来 雷克里的最后一手拿着血魔 我这还是要打一个 这个大胜就是不用来去打大哥位吗 他拿一个血魔出来是什么意图 最后一手 我们听到他们拿出来的是巨魔战将 莫奈的第一号位巨魔 然后三号位小学生的炼金术士 妮莎的中单子猫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面对对手三号位的炼金术士 看看雷克里的准备让血魔去打几号位 奥克西肯定是打他的小精灵的 这个不用问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一三他们准备怎么分 米开的一号位大胜 三号位的血魔 三号位血魔 我个人感觉现在三号位的血魔算不上好用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的血魔 其实最主要的改版是把他的A帐给改了 他的A帐不像之前那个版本那样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用的一个技能 现在要比之前有一点点的用处了 当然只是一点点 不是特别大 他可以让你这个英雄变成一个 可以给自己去加一个盾 主要的作用是加一个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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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那么比赛开始,让我们来进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实战发挥 从阵容来讲的话,可能有观众会问,对吧 看好哪边的阵容 看好哪边的阵容 其实这场比赛因为两边的三号位都比较高 那么我不太敢轻易的看好某一方的阵容 但是从两支战队上一场比赛的表现结合 这场比赛他们的整体阵容来看 我觉得这场比赛 Liquid应该会比上一场比赛的表现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不如上一场比赛那样轻易的被打得暴走 来看看实战吧 星辰这块一上来是一波五人开悟兜到了下路右下角的传送门 那伯伯卡的炸弹人这场比赛在下路来保小一生的炼金术士 炼金现在因为他不用钱其实加点到地精贪婪上面了 所以他可以把更多的技能点来放到自己的瓶子和酸物上面去搞事情 然后顺带一提到现在炼金术士这个英雄他作为三后卫的话 那么他第一个是出团队装会很快 第二个呢 就真到后期他转个C也不是不能转 因为他的那个被动其实还挺厉害的 直播间卡顿的人把线路换一下啊 更换一下直播间的线路 这个是B站你们现在默认给你们分配的那个线路和服务器的问题 不是不是我这儿的问题 换一下线路 现在炼金前期打架不弱 核心原因就是因为他占了一个这个技能点的便宜 他不用加迪鹰盘蓝了 他等于比以前平白多出了至少 就是前期至少能多出来一两个技能点 直接加到自己的酸物和瓶子上面 所以他的这个打架的能力是有一个直线的提升的 Nisha的紫猫在中路对Sumiel的TS Sumiel这个选手你最放心的一点 就是你把他放到边路 放到中路的话 你不用担心他吃亏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打过比赛的话 哪怕就是哪怕就是勇士联赛 对吧 就是游戏内的勇士联赛 如果你打过的话 你都能有这种感觉 就如果你这边的中单选手 你可以把他放到中路 然后完全不用担心他对线吃亏 那你这个队伍会打得非常输 特别爽 这个只有打过正儿八经的比赛的人 才会才会能够理解这种感受 开局现在大胜的补刀 在下路是7-0 上路血魔因为有一个小精灵连着 也是疯狂的跟对方去换血换补刀 那现在是8-4的一个正翻步 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巨魔战匠只有3-0 小精灵连着这个血魔 现在在上路的发育很舒服 这里一个血迹也炸出来 两个英雄都没有炸到 接下来这场比赛 看一下中路 TS目前的补刀是8-2 死猫是8-5 苏妙现在在中路的发育的话 虽然他在跟补刀都正翻步方面来看 目前暂时没占到便宜 是吧 也是因为现在这 死猫这个力 这个攻击力的成长太离谱了 这攻击力成长真的高的离谱 每升一级4点多的力量成长 这你说你让别的英雄 怎么跟他比 这波卡扔一个大弹 看一下这里一棒子敲上去 这一瓶子扔出来以后 并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队友 还是让米开这里拿到了一血 那么这样的话 开局兑现 感觉是吃亏吃的比较严重 这个吃亏吃的比较严重 上路的血魔无解肥 下路的大胜无解肥 两个边路线的对线 都是吃的比较明显的亏 在中路的话就还好 中路小亏一点点 差别不是很大 你炸着人来到中路 帮着灌一下瓶子 我问你偏事 盯回来这个血魔 血魔直接吃魔伴 那么再放一个雪剑 队友再吃一个魔伴救一下 雪剑炸出来 小精神连过来以后 对方这里吃掉了身上的一个莲花 啤酒这波也回来了 种一棵树再啃一个吃树 上路两边互相较量了一番 较量了一番的话 都没有能够去完成对对手的击杀 巨魔战将顺势去补了几个刀 中路的补刀 现在拉回来一些了 子猫给上一个残疑 拉一下 追着A两下 不过对于TS来说 这种消耗完全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攻击力高吗 属性换的 子猫这个英雄还真是 他还真是跟别的英雄不太一样 他变成全财英雄 但是他的成长没坎 所以他还真不是属性换的 他就是这个版本 把他改成全财英雄以后 就是非常直白的 对吧 直白的就是加强你 特别简单 就是加强你 打的版本是7.33B吗 是的 看着这里一个年轻炸弹 扔上来 你开到大圣这里 转身一棒子 同时抽到对方两个人 巨魔战将的血量非常的低 还有一个平A 哎呦 这波 让对方支援过来 因三年的一个冰女 是拿到了孟娜的人头 下路的大圣 虽然暂时是一个EV2的情况 但是因为炼金术 是他在前期 确实没有太好的 一个击杀手段 确实没有太好的击杀顿 而且米开的这个大圣 明显能肉眼可见的是 比妮莎的大圣 玩的要遛得多的 包括他的72变 躲伤害这个操作 也明显是比妮莎 那个躲得要准得多 上一场比赛 妮莎有好多次 72变躲伤害都按早了 按早了或者按晚了 好多次 这也残烟 拉一手 那么孟娜的斯雷达地 还是打到了 两边换了一波血 换了一波血 和TS的补刀 现在已经是领先了 对手妮莎的子猫 咱就能来到中路 想要去帮助救一下吗 又回到了下路 米开的血量非常低 两层 三层 四层 哎一下 一棒子吸血 还是炸死了 伤害太高了 这个年性炸弹 米开这波 已经可以说冷静到了极致 而且技能的释放 没有一丁点的错误 但仍然是因为 对方的技能伤害太高了 那么没有打死 看看这里 妮莎被孙苗单杀 nice 孙苗在中路 完成了一个 对对方子猫的单杀 下路这边又换掉了 对手的大胜 直接是击杀了 对方的双大哥 团队经济 这一波拉回来了不少 个人经济方面来看 雪魔TS和大胜 三个人的经济差不太多 子猫的经济 现在暂时被打掉了 全场的一个第六倍 非常的惨 在前期的对线 其实并没有吃太多亏 的一个情况下 在对方TS等级上来之后 很快的就被对装给碾压了 波波卡这里自爆飞走 这里一个平A弹道飞上来 但是波波卡没掉太多血 这也是现在版本 炸的人强化的一个点 炸的人的自爆 比以前的掉血 在你残血的时候 如果用来自爆的话 是比以前要强的太多 太多太多 现在中单的经济差 已经是拉开到了将近1000块 怎么样的这个对线 是真的让人放心 边路打不过 阵容有一定的关系 选手个人的一个 近期的状态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分身服吃出来 直接驱散掉对方的冰封禁制 接着往回走 妮莎也是拿这个TS 毫无办法攻击外抽 清掉对手的幻象 这里 哦 妮莎这里一个残音 拉住了苏妙 没有让他放出来撕裂大地 如果放出来的话 要么你用技能去躲 下路漂亮的一发自爆 下路这波是萨尔 加上炸弹人 再加上链接三个人 完成了对米开的击杀 妮莎这里被打得没办法了 只能是大招刮扎走一下了 再不走的话 又要死了 中路妮莎在对线方面的话 这个紫猫去打TS的话 不是很好打 因为TS的伤害全是魔法伤害 供脉冲挡不掉 雪魔在上路的日子过得也是相当爽 看下这里撒着一个框柱 那么炸弹人也支援过来了 炸弹人支援过来的话 给一个年轻炸弹 要不要给自爆呢 这里再接着追 小精灯连过来 萨尔弹人撇射 这个连线并没有断 但是苏妙也赶到了上路 直接一个四雷大地 最后拿到人头都是莫奈 Oxy这里选择是走一下传送门 直接开溜来到了下路 这哥打想去杀一下小医生 下一个冰空精致的CD 应该已经算好了 跟上去 一个平A 完成击杀 那么人都输现在4比4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打了将近8分钟的时间 星辰仍然是在团队方面 没有落后 这块抢服 还是被妮莎利用了一个刮沙 直接冲过来 把这个恢复神服给抢到了 表魔的经济线3400多 看个大晟 砸下来 这个人有点多 冰封禁制 能不能来得及给 但是对方的炸弹人来了 这里一个年轻炸弹 冰封禁制 断一下对手炸弹人的技能 看看这波还差一下 炸弹人被击杀掉 但是您死之间放出来了个自爆 跟对方的小精力同归于见 大家上了这块上树 然后呢 干插一下对方的位置 再跳一下 砸下来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出被动 然后五下 最后一个平A 因三年来到人头 助攻的话 虽然是没有拿到这个击杀的经济 但是也可以减少 这里死猫一个刮萨过来 残印拉住 小医生 炸弹金术士 瓶子能扔出来吗 扔出来了 最最后被击杀弹 扔出来的瓶子 炸弹人再支援到下路一台以后 感觉有点打不动了 人都是7比5 这波有点亏 这波支援来的人太少了 或者说支援过来的速度 有点慢 然后呢 导致这波变成了一个 葫芦旧爷爷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他说寿庙是正式准会去星辰 不是租借 临时租借10天 看看这里 紫猫上来 残印拉中 Nice 冰女给上一个发冰 冰智 皮球往回走 前三年这里又是拿到 波波卡的一个人头 那么TS的经济 现在排在全场的第三位 边路这个彻底被打爆了 尤其是下路 上路的话是因为对手的血魔 前期有个小精灵跟着 加上星辰并没有怎么去游走过上路 但是星辰也没有怎么游走过下路 星辰也没怎么游走过中路 那么星辰这场比赛 他们还没有开始游走 还没有开始游走 嗯 炸的人的自爆 被紫猫一个残印直接躲掉 紫猫现在身上的装备 也是一个假腿 然后开始出红杖 出大根的一个思路 他说狼哥是什么问题 签证吗 不是 狼哥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就是临时租借这个 苏妙过来去打比赛 然后暂时转为不活跃状态 不是说好了看老干爹的吗 嗯 什么时候说好的 小魔这里边和你平时顶不过来 但是有个圈锋盾啊 大招给到了对方TS身上 冰女过来给上一发冰箱进制 炸的人一个粘性炸的扔过来 不过并没有粘到人 妮莎过来看看他想杀的 应该还是想杀TS 妮莎里边还是想杀TS 有两连瓜吗 没有 这个地方没有 小精灵带着往前兜了一下 还是没有找到对手 TS留下摸袋 残音没拉住啊 这个操作 残音给到的位置和角度 并不是很理想 大招这玩意白交了一个大招 感觉力快的这波追击 被星辰秀了一脸 然后星辰这波秀他们的这波追击 也没有进行太多复杂的操作 就是直线往家跑 然后力快的追了半天 一个都没追到 力快的可能认为星辰想反打 所以他们追的非常的慎重 然后星辰这边呢 就没想反打 从他们这个情况来看 因为在TS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巨波战将比较穷 TS的气氛状态不好 他们其实不能反打 看一下这里 紫猫过来 这个神服还是被反补掉了 很漂亮 然后再给上一个年性炸弹 妮莎这个地方要被炸一下 减速 那么波波卡成功的翻不掉落出神服 而且没有被妮莎追杀成功 那这波的话很赚 直接回家跑温泉 Dyer's middle tower isn't going to last long 另外这块 雪魔给上一个大招 给上一个血剂 然后呢 萨尔恶尼撇射 直接一张TP亮起来 雪魔 雪魔万年的难题 到底怎么解决 对方中了大招以后 直接TP 一说到这个就想起来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雪魔的第一个装备 都是裸风杖 那个是真的给雪魔 逼得没招没招的了 只能裸风杖 来解决对手的TP问题了 这位冰女给一个冰封禁制 雪魔雪剂给上 弄啊减速 小精灵带人飞 这关被沉没了 大招开不出来 有点尴尬 怎么死了 小精灵自己一个人飞过来了 这打不了了 这个位置 妮莎在中路那里 抓到了对手的一个萨尔 好像是不是被萨尔给连了一下 给恶念批试了一下啊 他带过来的人 被萨尔给恶念批试回去了 这样的话 看一下冰女 直接原地也放大 TS被沉没了 这怎么办 炸的人只能自爆打断 可是TS已经被击杀了 巨国蓝将过来以后 直接被对方雪魔 给了一个大招 然后呢 开始带着跑 这个地方妮莎 没有选择 给对方硬刚 大胜给上一个大招 炼金术士赶到战场以后 我能感觉 你这好像是来送的感觉 看看这个大招开出来以后 能不能活下来 应该是可以 雪魔的状态比较残 而且没有技能了 追不上对手的这个炼金术士 不过炼金这波的支援 确实没有什么收益啊 不如带外面继续打钱 他落地落的 我感觉这场比赛 新陈的支援速度 和在支援与不支援之间 有一点点的 不太果断 这个比赛来的 这块套上了 应该这是个长盾的身处吧 炸的人自爆 nice 能不能秒掉 完了 大胜一棒子 直接把血吸回来了 打出来了被动 吸回来了血 然后还要反杀小一生 小一生的瓶子 扔出来 但仍然没有能够完成 集杀的瓶子 扔给了 因三家的兵女 兵女 只要往右走了一步 没有让这个东西 砸到其他人 然后现在双方的比赛 来到了15比7 5000加的团队经济差 此方这边残阴 拉住 然后追着A两下 小金刚连过来以后 皮球这波确实没有办法 而且皮球也不可能去放大 这个地方放大 就浪费技能cd 大的人子 扎到对手的兵女 周围的话 大圣离的不是太远 但是如果兵女 第一时间被送走了的话 这里兵女还真是拖了好长的时间 利用自己身上的这个长盾 米开一看 没机会去救 那我就先打一打对方家的野 紫猫身上现在是一个假腿 加上大龟 然后开始去出A杖的路线 大圣的经济已经8200块了 而巨魔战将现在只有6100 话说巨魔战将在这个版本 其实并没有被加强啊 我不认为巨魔战将是一个好的选择 说实话 从现在的版本适配性来说 从他自身的强度来说 以及从新版本 对于他的改版来说 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瑞平像是现在这场比赛的局势 那不用瑞平 现在这个局势 其实就是星辰他们 这个阵容到现在 就打这场比赛 以他们的阵容打到现在来说 不是很好把局势拉回来 很难 虽然这个版本呢 你击杀对手的英雄 可以快速的去增加经济 但是星辰的阵容 三个大哥在当前的击杀能力都偏弱 不是没有啊 是偏弱 这个导致他们每一次的击杀成本 会无限的被拉高 包括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刚刚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他们击杀冰女那一次 他们就为了杀对方一个冰女 杀了好长时间 而且那一波 如果不是因为TS 在旁边一直追着的话 他们甚至可能要再多花好几秒 才能杀掉一个冰女 然后在当前这个版本 你一旦把自己过多的技能交出去以后 对方一旦过来反打 你跑不了 你很难跑 跑不掉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说 依靠不断的击杀对手的英雄 然后拉近双方的团队经济杀 你就会不断的拉远 然后星辰这个阵容 现阶段 他又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刷钱 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所以这样比赛 想往回拉的话 只能寄希望于Liquid的比赛的节奏 打着降速 就是希望于Liquid的降速 然后星辰跟他们打一会对刷 或者打一打那种人头的互换 我可以接受互换 我可以接受互换 1换1 2换2 3换3都可以 我可以接受互换 但是我不能够去 频繁的让对手去压制自己 这个就比较难受 感谢分乱雪肥花老板的舰长 欢迎咱们的老舰长 欢迎欢迎摸摸大 你雪魔大招给上 看一下雪技啊 这个地方炸出来 那大胜有没有一棒子 哦呦一棒子 敲到了直接秒杀 不是打不过 是打的人不齐 他现在这场比赛的阵容 就是打不过 他人齐也打不过 他的巨魔战将 现在没有用 巨魔战将 在之前一直连BKB都没有 连这个狂战斧都没有 他就算有了狂战斧 他也打不过 中单的TS 经济并没有优势 三号又是个炼金术士 你这个阵容 他就不是一个能打得过 对方大胜加雪魔加紫毛 三个大哥位的英雄 这个三个大哥位的阵容 而且对方的双将游战斗力 也完全不弱于你 你炸的人跟萨尔 虽然战斗力很强 但是兵女弱吗 兵女不弱 对吧 小精灵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大哥变强 而你这边的三个大哥里面 有两个 现在是没有战斗力的 那时候剧魔还行 剧魔不太行吧 剧魔这个新版本 他几乎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强化 就一定要说的话 施法者现在可以在大招的时间之内 使用物品 算是一个强化 算是一个强化 但是并没有解决 剧魔战将这个英雄根本的痛点 现在这个版本新的两个 就是能升级的装备 一个是鱼叉 一个是鱼叉 一个是散魂剑 这两个道具里面来说 剧魔战将并不适合去出连击刀 对吧 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剧魔不适合出连击刀 所以鱼叉这个道具 对于鱼叉 对于剧魔来说 就不是很适配 但是剧魔其实又非常的 需要鱼叉的主动技能 然后他只能就是说 依靠一个 他可以出散尸 但是散魂剑 这个道具的提升 对于剧魔战将来说又不大 所以就是换句话说 现在剧魔战将这个英雄 他等于是没有享受到 版本红利的一个英雄 散魂剑对于剧魔提升很大 哎呀 这么说吧 就是说散魂剑对于剧魔的提升 他可能是 比如剧魔原本有50 对吧 然后散魂剑对于他的提升 是20 你感觉他的提升是很大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去对比 其他的C位 你比如说小鱼人 你比如说死问这些英雄 他出鱼叉 这个道具的时候 那他的提升可能是 从50 加了150 你知道吧 他没有享受到真正异商的版本红利 我是这个意思 不是没有提升 是别人加了100 他加了20 那他就是被削弱 明白吧 就这么简单 这边好像还是不太行啊 这边就一直在暂停 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说你把苏密尔是租的写上把老友人问 没事 骗单目 大尔这块 杀个冰女 交这么多技能的吧 TS的技能还没给上 完了 那杀一个 杀一冰女 技能交光了 没杀掉 这样啊 大胜大招给出来 想强杀对手 TS TS 风筝 吹起来 落地以后 冰女 又是一个冰封精致 又是一个 能往减速 中路 雪魔大招 给到巨魔身上 逆杀的状态 有点残 这里直接异化 躲掉对方所有的技能 莫奈在这个地方 中了雪魔大招 在这儿不停的蹭 子猫过来以后 给上一发残鹰 完成了击杀小精的连 过来 哪一手 TS 撕在大地 虽然给上 但输出不够 输出完全不够 那这样的话 波波卡怎么办 炸弹人 这个炸弹给出去 好像还是不行 虽然又给了一个瓶子 连你赶到战场 还是没有输出 这个胡罗阿救爷爷 本来战斗力 就不如对手 还胡罗阿救爷爷 要给上一个 灵梦以后 回血也回的不够快了 雪魔这些 还在追 紫毛上来 残鹰拉住TS 银三年 再给一个冰封进制 对方空胀 垂起来 大胜 一个咱男的跳 下来以后 连接又让瓶子 救一下宿庙 毫无办法 这波真的是 抗一粒快的降速 就是星辰这场比赛 打成刚才 我给大家分析 那个就是 有关肉妖图 锐屏下局势 那个时候 其实胜负的关键 已经不在于 星辰自己怎么做了 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上 21分钟 过来拿一下 智慧神符 然后去打掉 这个魔方 这个敌子打魔方 这个爽啊 这个还是 有魔这边 直接出了个笛子 相位斜笛子 魔方弹回来的伤害 是魔法伤害啊 我在这里给大家 提一句 可能有观众不知道 我稍微提一句 魔方反弹的所有伤害 都计为魔法伤害 这里小精灵 连着大胜 然后过来 去打下肉身 21分钟的肉身盾 大胜手里面 现在是假腿 大毒球 BKB 打盾的速度是真的慢 真的慢 这太能刮了 这帮人 我认为魔法伤害 I am immortal 打完了上路的魔方以后 再跑过来打一下下路的魔方 那两个魔方全部打掉 看一下魔精的数量 现在Liquid是有两个魔精 赛妹的雪魔 Foxy实惨 Foxy实惨 Foxy我经济到处低 给我个魔精不行吗 对不对 魔方不改 不改不改 就不改 就给冰女 就给雪魔 就不给你 气死你 这块雪魔大招加着雪剑 又是没能够去定住对手 对手又去聊TP Radiant'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看这里 紫魔过来残烟拉一下 能自爆吗 SAR给了一个框大 哎呦这个地方自爆了 有点尴尬 自爆完了以后 对手在特地的输出了一波 小一小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SAR的框大并没有起到效果 雪魔跟过来以后 这个时候雪魔手里面没有大招的呀 直接给人个雪剑 开到飞眼 我能追 给大创 给两下还差一棒子 直接敲掉 那就没完备了 怎么说话呢 大招和雪剑逼出炸弹的TP 对我的我的我的 我应该应该说大招和雪剑逼出了炸弹的TP 怪我了怪我 萨尔在烈士局的时候 这个英雄确实是太弱了 真的是太弱了 现在人都说22比8 那13K的经济领先优势 RD快的这边领先了13000块 那是不是这个冰女的经济好高呀 那人家冰女可是高贵的有魔精的人 那上天暗秘加上减甲球 BKB暗秘减甲球 这套东西 现在减甲球被强化了 被强化了 对他后来了 看一下米开 被对方偏连给输出 一个瓶子扔上卷 想要连 你说你疏忽 那哪有疏忽 你看这个呱沙呱的 这边巨国战将 就是转身开始跟对方的大招队 这里大招开起来 打掉对手第一条命 BOXY隐身这个地方 然后飞回去拉 背后米开自己一放着 没敲到 有点点尴尬 自己被对方炸人炸晕 然后紫猫开始过来 去遛这个摸奈 这个残阴手有点短 这边大剩一个人 对方三个人怼着 转头大招开起来 第一时间没有开 第二时间开出来 电金术把自己的瓶子 扔到了紫猫的身上 但是队友不敢过来 就有残阴拉回来 炸弹人这里给上了一番 年轻炸弹 没有能够打到 那方的一手大胜一棒 瞧到两个人以后 身上开始打出处 被动触发出来以后 这里一个年轻炸弹 仍然没有动 宝宝卡有点没办法 这推推过来 炸弹队友赶紧打掉 米开居然还有时间 七十二遍了一下 三杀超神的大胜 这这个就才是 雷快的这个队伍 大胜真正的实力 上一场比赛 我只能说就是雷快的 对吧 雷快搞了个事情 搞了个事情 让妮莎 妮莎玩一盘大胜 奖励妮莎一盘大胜 想象了一下 如果中期让炼金 带着巨魔到处打架 老鹿专心发育装备 或许会不一样 炼金带着巨魔 这俩人怎么打架呀 这两个人 他打不了架呀 这个地方破雾 欧死萨尔 框大又给到了 对方的小冰女身上 冰女吃掉了 对方第一轮 所有的技能伤害 雪魔已经替上来了 紫猫开始准备上个流人 大圣在树上 正在努力的 往战场上赶 看看这一波 有没有机会 雪魔往里面 给个视野 这块的视野 现在暂时是星辰的优势 他们在高台插了视野 然后自己所有的人 都躲在树林里面 TS的战略非常的靠破 看一下紫猫 把冰线清了 并没有往上走 这我错觉还是冰女有点硬 不是错觉 这场比赛冰女已经 就是自己一个人吃了 这种吃这种伤害 吃了好多次了 这一次星辰算不错 把冰女打死了 他把冰女打死了 之前那几次冰女都没打死 让Liquid直接过来反扑了 冰女现在出了一个长盾 有点结实的 大圣这里拿到这位神符 直接把皮球带走 皮球过来想偷一类方的神符 计划失败了 中路这里博博卡的 扎的人也被Nisha抓到 他说老干爹BGG2-0 现在的这支GG战队 能打赢GG的可能只有Liquid吧 我觉得 用目前来说 这一个冰女给了对面1100多块钱 皮球 皮球给的钱倒不多 皮球的助攻只给了87块钱 这个现在比较少见 助攻的钱给到一个人不到100块钱的助攻 其实这个其实现在比较少见 大圣抽里面已经做出来了鱼叉 有鱼叉了 有鱼叉 有冰眼 有BKB 加上20层的暗蜜 接下来就等着 看这个大圣表演了 有鱼叉以后最大的问题在于 就这个TS的生存空间就完全没有了 TS穿上的装备 现在是风杖加上雪晶石 然后呢 Dory揣了一个护盾神符 再一个装备要做的是冰甲 这里遭遇了 遭遇了 看下大圣的位置 大圣的位置离的命波很远 随便要有这个地方 被留住了 被对方的风杖吹起来 落地直接一个残烟拉住 大圣开始让你给输出 这个大招应该不用交了 直接让郑波双叉 鱼叉这个东西 没有伤害 19秒 没有浩兰 就是一个拉人的效果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护盾效果 那还不错 比较省事 这个道具 那这块残烟拉住 拉住 在刚刚的炼金术试以后 给上一棒子 不过自己被脚蟹了 脚蟹完了以后 莫奈冲上来 但是好像 一个鱼叉揪回来 攻击脉冲 莫奈开起BGB 萨尔框大 大圣选择直接原地开大 今天给你拼了 你开大 我也开大 等两个人对A A不过 这个经济差太多了 这样的话 直接A死 上路的高地高破 米开继续自己的超神 这块一个冰空进制 给上去 瓶子扔出来 会扔到一三念的身上 死了 顶一个藏链拉出来 动物脉冲给一下 大圣一棒子敲上去 再加一颗刮沙 连续的减速 有冰眼 黏住 回血混账来 还炸一下 小一周那个地方没死 居然炸了人的自爆 完美的一个自爆 炸了两人 但是没有输出啊 现在的问题是 TS被这张留住以后 完成了击扎 形成无大打数之计 这样恭喜Liquid 在双方BO2的第二场 比赛扳回一城 跟星辰是战至1比1 那么这一轮的BO2就结束了 今天A组的比赛 也就打完了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B组的比赛 那B组的比赛的话呢 也是有两支中国战队 分别是 分别是IG和XG 两支战队 那具体给大家直播 哪一轮的比赛呢 待会咱们在等待的时间 琢磨一下啊 看哪轮的比赛比较好看 咱们就给大家播哪一轮 好了 我是三老大叔 咱们这场比赛就先到这里 咱们告一段落 我是下场比赛见 我们来吧 我们来吧 感谢观看